古巴一点点头道 啊 很有道理 不过我想啊 河边蚊子这么多 他一个人跑那儿去干嘛呀 灵奇微微眯了下眼睛 对啊 一般情况下 就算是找朋友喝酒 也不会挑到蚊虫的河边啊 现阶段 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 不过 他蛋炒饭倒是要了一份 也没给潜在的同伴买 啊 明天 我想让人调查清楚 他在几点 在哪家店买了蛋炒饭 说不定 会有相关的线索 古巴一补充道 另外啊 调查时 最好问一下周边群众 哪天晚上 是否看到一个人身上沾了血 啊 凶手身上有血 古巴一点头 这是很显然的结果啊 死者的身上 三刀是连续刺的 尤其是心脏一刀 必定在拔刀的时候 奔出一股鲜血 凶手的手上 衣服上 必定沾了不少血 林奇缓缓点头 今天 赵铁明接到了四个不好的消息 其一 是文医路案发地点附近的几个监控 查了一个遍 没有发现嫌疑人 因为马路监控有很多死角 比如 绿化带和人行道都拍不到 凶手前四次犯罪 都有意识地避开了监控 此次也不例外 尽管这在赵铁明的预期内 不过 他还是感觉很失望 第二件让赵铁明失望的事 人际关系的排查毫无结果 没人事先知道 孙红韵当晚会独自经过哪条路 还会停留在绿化带旁小便 可见凶手是尾随跟踪 而不是固定蹲点伺机下手 但当晚 没有人看到有人跟踪 表明对方跟踪时很小心 而孙红韵的人际关系网中 几个潜在的劫仇的人 经过初步调查 都排除了犯罪可能 并且 结合前四次案子 警方也不太相信 是死者的熟人干的 其三 是凶手留下的这张纸 经省厅的物证专家鉴定 所用的是最普通的A4纸 最普通的油墨 最普通的打印机 全国这种打印机 这种油墨 至少有几百万 根本没有办法查来源 其四 是附近居民的走访工作 也陷入僵局 问了几个当晚路过的人 并没有注意到有异常人士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平时生活中 一个陌生人从你身旁经过 除非长得像外星人 否则 谁也不会没事留意对方长什么样 是否会有异样 不过 这块工作 还是要靠基层民警 继续做下去 也许有人注意到了呢 只是还没有问到这个人 这四个方面的调查 仅仅一天时间 几乎全面沦险 让赵铁明颇感沮丧 不过 关于凶器绳子调查 倒让他多了几分思考 刑警带着绳子 走访了承熙很多家文具店 结果得知 这牌子的绳子 早已经停产了 最后一批 两三年前又断货了 这个消息 让赵铁明颇感震惊 这意味着 绳子是凶手两三年前买好的 难道他在三年前的第一次犯罪之初 就打算犯下这一连串的命案吗